好那么运行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的这个第十二个步骤就已经全都运行完了 是吧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他在这里是真正的step five 开始初始化DMC0的其他部分 也就是说physical部分 也就是physical部分或者说DLL部分 已经初始化完了 并且等待他锁定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真正的五道下面的第九步 或者说五道下面的这个这一大块内容 就是真正的初始化DMC0的其他内容 包括配时序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好我们还是跟原来的讲解方法一样 一段一段往下看 首先我们来还是回到我们的手册 我们来看一看他第五步的标准步骤 叫set count control 那么就control了control 然后就是总的一个控制器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他设的值是多少呢 他设成了fff2010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excel表格 继续往下看我们的这个他的手册的配置 好我们往下拉再让他拉一点 好前面的我们都看过了变成零 变成这个不是零 变成这个色为蓝色都看过了 好下面我们看这个count control 那么还是老规矩 我们回到我们的手册一段一段看过去 那么先从最低位开始 是吧 手册的这个count control寄存器 我们要往前翻了 在这里 count control寄存器 他一共用了两页 那么我们先从最低位开始看起 第零位到第三位 学习b0保留 是吧 所以他这里呢 都配成了零 这个我们颜色也置灰了 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这个 第四位叫out of order 就是scheduling 就是那个乱续执行 乱续执行的概念 我们前面说过 那么他一个bank打开以后呢 他为了执行效率 会把同一个bank的其他命令 先提上来先做 那么这个也是为了提高的 这个读写效率 那么他这一位设成了 1 也就是说 现在是这个状态 是允许乱续执行的 那么好 再往后看 那么第五位 是auto refresh content 也就是说自动刷新计输器 那么在这个自动刷新计输器 我们前面说过了 这个芯片 每64毫秒device 每个行必须都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在初始化的时候 先不要开这个刷新计存器 所以他这里讲了一句话 叫这个第五步 这个at this moment 在这个时候 所有的刷新计存器 必须关闭 那么我们照他的指示做 就是把这个位 目前先设为0 disable 也就是好 这一位auto 这一位学成0 那么继续往下看 第六位 叫那个read cycle gap for two different chips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假设啊 你在那个 一个一块板子上 用到了不同的memory device 用到了不同的内存芯片 那么为了照顾 这两块芯片的不同性呢 或者两个厂家的 或者一个厂家的 不同品牌 不同的系列 那么他会有一个延迟 有一个gap延迟 那为了帮助这两块芯片的兼容 那么现在我们用的都是同样 同一个厂家的三星的同一种芯片 是吧 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么这一位就设为0 就是第六位 这个control gap设为0 好 再看第七位 第七位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 physical driving 对吧 他在这个physical control 0 这个里面 我们前面讲过 看一下啊 可能是那个physical control 1 对physical control 1 这个drive type里面 他0呢 就是全设成 如果配成0 就是全输出0 在高度台情况下 那么如果配成1呢 都全部下拉 那么但是 不管这个配成多少 现在我们在这个 con control里面 这个第七位 看这个总开关 link disable 就是说后面 不管你那个physical control 配什么 现在我把你关掉了 我不使用你这个功能 一就是enable 就是1的时候 才看后面那个 drive那个 就是physical physical control 1 里面 drive那个位的功能 那么现在 我们在这里 配成了0 drive 0 那就是不使用这个功能 所以后面的不用看了 就是这个样子 配成0 那么接下去 我们看第八位 第八位和第九位呢 看到这里没有 都是止读寄存器 止读的位 他表示了这个chip 0和chip 1 两个是不是那个空闲 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 他这里的chip 0和chip 1 这个两块芯片 并不是指的 就是说我们的四块device 这样的芯片 就是我们前面 我们的一般排列 不是这样的吗 我们还是调出黑板 画一个图比较清楚一点 在我们的这个芯片里面 就是我们的这个开发板里面 不是这样子的吗 这里用了四块这个case的 芯片是吧 1234 然后把他们我们说过 他们作为一个叫rank 是吧 那么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V210开发板上呢 只用到了一个rank 是吧 然后这个所有的rank呢 他共享一根C 在这个假设这个是控制器 画长一点 这个是DMC 这个不要 或者这个删掉好了 这个算了 不用删了 那么这个就是cs 对吧 他用的是cs0 一根这个片选信号 控制所有的 那么如果他有两个rank 两行 两个rank 那么这个第二个部分 这个是rank1 这个是rank2 然后第二个部分 他还要一根单独的cs信号 这个叫cs1 这个就是我们我们这个 这个的意思 这个就是rank的这个意思 那么他这里所说的device 不是device chip0和chip1的意思 就是指rank0和rank1 就是一个rank 那么回到全面我们这个黑板的图 也就是说在这个三星v210的手册里面 这个名称他叫成了chip0 这个名称他叫成了chip1 这个其实跟我们前面讲的rank是什么意思 那么还要注意一个概念 就是整个v210芯片 他有两个 他包含两个dmc 就是说除了这个叫做dmc0以外 这个是dmc0 除了这一个框架以外 他还支持一个独立的dmc 叫做后面还可以画 叫做dmc1 那么我们现在只是用到了 他两个dmc里面的一个内存控制器 dmc0 并且注意这每一个dmc 不管是dmc0还是dmc1 都支持两个chip 或者说都支持两条rank 那么我们现在只用到了第一个dmc 也就dmc0里面的一个rank 就完了 就是512兆 那么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详细强调的就是 他这里的名称叫做chip 就是在我们那个或者叫 在jedeq标准的标准的这个里面 叫做rank 好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意思呢 command quiz status of triple zero 就是说在这个命令对列里面 那么他的现在是空 没有命令 也就是说对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rank 在这个dmc里面 都有两个 同时保存两个quiz对列 包括他们的每指 就是对他要进行的这个将要读情的读写操作命 下面说过他可以乱续执行 对吧 out of order 那么他也可以乱续执行 out of order 关键是他们实时是两个对列 两个不同的对列 好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讲 回到手册 继续往下 那么这两个也搞清楚了 所以说这个在Excel表里面 这个两位不关心 是吧都设成0 随便是0跟1都可以 因为它是只读的 好那么在后面看这个第十位 第十位是这个DQSwap 也就是说DQ0和DQ31 它互相颠倒一下 这个其实没太大作用 就是我们现在也不用 所以一般配的是disable 不用 不用Swap 就是不用最低位和最高位颠倒 那么后面再往后 就是QoS Fasting Mobile 那么我们QoS功能也没有开启 所以这一位也配成了0 好那么在后面就是一个RDFETCH 这个值 那么这个RDFETCH呢 其实它的含义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它在这个图1.2.6里面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那个跳转到这个图 看一看 1.2.6 好这个就是RDFETCH的这个值的含义 前面我们说过 当这个总线上发布了一个 read command的命令以后 那么经过RL个延迟 比如说这里RL是等于3 是吧 1.2.3个延迟 那么在总线上 DQ上就应该输出数据了 是吧 那么然而这个DQS啊 有90度的延迟 就是往后延迟了 这个大概四分之一个周期 那么从这个总线上读出数据 再读到这个DMC里面 有个FIFO寄存器 特别是这个装在是DMC里面的 FIFO这个寄存器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往前看 在这个总图里面 总图里面 就是这个图 在这个总线上面出现了数据以后 再读取到这个FIFO寄存器 那么是要经过的一定的延迟时间的 也就是说这个总线上出现了DQ的数据以后 那么再要读取到从这里经过这个路径 传啊传啊传啊传到这个地方 那么是要一定延迟的 那么这个延迟你可以就是在 RDF这个值里面去设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再往下翻到1.2.6 那么翻到这个 这个1.2.1.1.6这个图里面 那么这个在RDF配成1的时候 这个RDF配成1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总线上有数据以后 再经过里面内部处理一个周期的时间 一个clock周期的时间 那么这个值就被真正的存储到了 这个FIFO寄存器里面 然后再经过这个FIFO 可以读到AXI总线里面 注意AX总线跟这个clock是不同的 AXI是内部高速总线 比这个clock的速度更快 是吧 我们过去看一看 那么 玩到前面那个图 对 到了FIFO以后 到了这个FIFO以后 然后再读到通过这个AXI 读到这个ARM CPU里面去 那这个频率又高的高的多 高的高的多 比这个外部总线的频率高的多 所以说经过不用经过一个周期 经过一小半的周期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再回到我们的图2的6 那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只要经过一小一小段时间就可以了 是内部的高速总线决定的 好 那么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RD FIFO呢 如果我们采用这种工作模式 就配成把RD FIFO配成1 那么如果我们想希望它更保险一点 配的时间更更长一点 那么可以把RD FIFO配成2 也就是看这个图1-7这个图 它这个里面RD FIFO等于2 是吧 唯一的不同就是 这个Delay由原来的从 这个一个周期的时间变成了 就RL等于3嘛 是吧 然后它到这个地方 由原来的一个周期 现在变为了两个周期 那么从FIFO 就是先进先入先出那个FIFO 那个对列 到这个X总线上的这点时间 还是不变一个小时间 唯一的就是这段从1变为了2 等待这么长一段时间 这个Delay 包括总线上 它也Delay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这个延时是如何产生的呢 其实这个延时跟这个芯片没拘大关系 这一段Delay的延迟是由于PCB的线路的延迟造成的 那么一般我们什么时候在这个DMC 在什么时候采集这个Q数据 它是根据这个QS的这个上升延 根据这个来采集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把RDFetch这里放成2的话 那么不一定它在这里RL经过3 这个总线上的数据以后 我马上要在这个一个周期里面 把数据采集完 可以在这么大一个范围里面 都可以产生这个DQS 然后都可以等待DQS 然后可以等待这个DQ的信号被采进来 所以一般我们RD放成等于2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值的时候呢 相对来说比较保险一点 所以它这里的视力代码里面呢 把这个设成了2 它这个设成了2是吧 我们看它的那个视力代码 FF2010是吧 那么在后面那个FFF就比较好理解了 或者说这个FFF跟前面没关啊 本来就比较好理解 好我们看这个DefaultTimeoutCycle 就是这个超时的时间 是吧 一般的话它初始化是FFF 那么我们这里也消归潮潮水 就是也把它配成FFF审视 那么在后面第28到31位 又是保留摄成0 是吧 好这里用灰色表示出来了 那么这块ConeControl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也已经分析完了 把它颜色变蓝 那么接下去就是根据手册 进入我们手册的第六部了 是吧 第六部 Set 这个后面的MemoryController 这个寄存器 是个手册的第六部了 就是这个部 我们画出来 那么它后面也跟了一句话 叫At this moment 在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PowerDone模式必须关闭 那么必须是正常模式 那么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它这个MemoryControl是怎么配的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代码 MemoryControl 它这个MemoryControl比较奇怪 没有直接写代码数字 就是像前面那样 0XFF2020 2010 而是设立一个红 把这个值放在红里面去定义 在前面 最前面啊 那这个红把它定义成 0X00202400 然后把这个红的值呢 就放R1里面 这个红的值 写到了这个MemoryControl里面去 那么核心内容 其实还是一样的啊 都是这个配置 那个叫什么寄存器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MemoryControl 这个寄存器的值 每一位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好 这个就是MemoryControl的 这个寄存器 从高位到低位的一个分布 那么我们还是一点一点来看 同样我们把这个表格打开 我们往下翻 根据我们前面做的这个讲义 或者说做的这个图表 我们再往下 好 这个现在我们看这个MemoryControl 好 翻到手册 那么我们还是跟前面一样 从低位往高位开始讲起 那么第0位 叫DynamicClockControl 就是说在这个IDL模式下 就是掉电模式下 它是那个或者休闲模式下 它是这个时钟是Clock信号 总是给出呢 还是在IDL模式下不给出 那么它这里配的是0 配的是0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时钟总是打开的 在这边在IDL模式下也是打开的 好 那么第一位就是DynamicPowerDown 那么前面这个有一句指示 是吧 这个指示是说 这句指示是说 在这个时候 所有的PowerDown模式 必须全都关闭 那么好 那么这一位应该也设成0 Disable 关掉 所以它这位也设成了0 那么下面第二位到第三位呢 是设置这个PowerDown的模式 设成0呢 就是Active Precharge PowerDown 那个1呢 就是强迫Precharge 强迫雨充电的模式 那么这个两个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到后面碰到了再讲 碰到这个讲PowerDown模式的时候再讲 那么现在你只要知道这两种模式 现在都被关掉了 都是Disable状态 好 所以它这个配成了这里配成0 也就是说配成了这个Active Precharge模式 好 再往下看这个第四位 Time Out Precharge 就是说这个预充电的时候 有一个延迟的这个时间 不叫延迟 预充电的时候 有一个到期时间 一般我们这个也不用 所以它这个也配成了0 Time Out Precharge 这个它也配成了0 这个跟 这个稍微说一下 这个等会以后面会详细讲的 跟这个Page Policy 这个策略有关 这个策略有关